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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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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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继续找其他的日本公司或其他公司想办法 就是说 我讲一下 把小弟情安全地送到每一个顾客手里 是老九的 是单一的尊严跟职责 OK 这是我的尊严 我一定要把每个买了我小弟情的客人 一定要把这个企业安全地送到手里 这是我现在在想办法 对不对 好 这个事情就讲到这里 向大家汇报到这里 那么下面开始 这个这个一撇开 这个一撇开 撇开以后它反过来 它砍成四项 然后它反过来这么一贴 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纹路啊 它是直的 就是它这个木头的纹路是直的 所以它能够撑住这个声音 所以从小弟情的力学结构来说 其实是平板好一些 但是平板的问题出到哪里呢 就是有一些材料不够干燥啊 对吧 那很多平板中分会开裂 OK 中分开裂就完蛋了 我知道英国有一家公司 工厂的 大生产的一家公司 到这个中国制造这个小大提琴 OK 到中国制造大提琴 据说是99%的开裂 99%的大提琴运到英国以后 中间都会开裂 因为中国潮湿 材料不干燥 你往这个英国运 往欧洲运 欧洲干燥 就开裂 所以一开裂 这个琴就没有用了 对吧 你中分开裂以后 这个琴就 就修起来就很麻烦啊 那那你那 你把它打开来 那还不如做个心情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呢 这个整版这个材料 它需要很大的数 它还平着砍 它不是这么砍成一桶一桶的 它是平隔 那么这样的材料比较少 物以稀为贵 因为它少 所以卖材料的时候 这个毒板 它要卖得贵一些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从声音上来说 其实呢 平板呢 我讲过 它的这个纹路啊 是立起来的 所以它声音是 撑住它的震动 应该说是声音是 会比较亮一些 比较有力一些 而这个整版的琴呢 它是这样的 连轮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么砍了数嘛 它连轮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个连轮是碎着的 所以力度下了以后 它是 它的纹路是这样的 所以呢 它不会有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 从力学 从材料 学上说 它不会有平板那样 有力 OK 换言之 这个整版的琴 会声音柔和一些 柔美一些 干脆这么讲也好 好听一点 对不对啊 你如果说那种东北料 或者那种很硬的料子的话 你这个 这个读版的琴的话 它声音会柔软一些 会这个 这个 怎么说 这个就是说 厚一些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是说 各有所好 但是赌版呢 不开中缝 这是 确实不错 它不会中缝开 但是赌版也有一个 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变形 OK 因为赌版 它是一个板嘛 它干这后 它就会敲起来 就会变形 我有一把 这个 Ben Corsi Ben Corsi 是意大利的 这个老琴啊 有把很好的 Ben Corsi的琴 但是我就不敢卖 为什么 它老是脱胶 它脱胶的原因是 由于它这个背板 已经变形了 你沾不回去了 所以这把琴呢 我只能留给自己看 那么声音也不是太好 我也不能拉它 也不能用它 我也不敢卖 我卖掉以后 这个琴 总肯定会回来 不断地回来让我修 所以就很麻烦 只能是作为一个文物 放到这里 那我有一个 意大利的Ben Corsi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model看一看 它就是那个背板 是一个整板 它已经就是说 变形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任何东西都有 各有千秋 都有各有臂力 没有说完美的东西 如果说是整板 好过这个平板 为什么大家都用整板了吗 全部用整板 不是就完了吗 不是这样一回事情啊 但是呢 今天呢 我去要向大家 介绍两把整板的琴 OK 等一下我在这个视频里 会给大家看 两个琴长得 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没有太多这个区别啊 所以呢就是说 主要是听声音了 大家看看喜欢哪把声音 这个两把琴呢 是为这个英国的朋友选的 当然是他自买一把 对不对 而且他也许两把 都不知道哪个人买别的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朋友 如果有感兴趣的啊 也可以买 价格是2500米金 再讲一遍 价格是2500米金啊 整板的琴 OK 这个是Daniel J 系列的琴啊 那么下面讲一讲 这个 俄罗斯学派 跟这个法比派 西欧学派的这个区别啊 其实这个区别 最开始啊 从根本上来说 是硬件的区别 由于硬件的区别 使得你的拉法 不得不改变 首先讲 西欧 OK 西欧的小质琴 他们是用这个 阿尔卑斯山 前拉斯兰夫 有一个山啊 上面的这个风墨 这个山我也去过 很早就被德国人 给买掉了啊 他不是把这个山买掉了 他把山山树买掉了 你这个树 多少年 你要卖给我 是这么个 是这么个契约啊 所以呢 这个木头呢 就是很有弹性 很有这个穿透力 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美 而他用的这个松木啊 都是在阿尔卑斯山的 这个 瑞士这一带 瑞士这一带的这个松木啊 这个面板的木头 是最好的 所以西欧的小质琴 因为西欧不缺材料 他有的是材料 他烧火 他这个取卵 都是用松木 都是用这个小质琴的材料 OK 像我们话 一幅 这个一板呢 就几百美金 他就是丢了 做火烧 就这样的 真的非常的可惜啊 所以 他们不缺材料 所以西欧的起来 是这样做的 所以西欧的 他的音乐本身 也是人家公同音乐为主 原来这个斯特劳斯啊 这个莫扎特啊 这些都是为宫廷服务的 所以他是要拉得很柔美 所以他持弓的方法也是 你比如说帕尔曼啊 帕尔曼他就讲的是 法匹派的持弓方法 他这个持弓啊 是持在这个 这个食指的第一关键 第二关键 指尖 用这个压在上面啊 他就是 就是拉得比较浅 这样拉弓的方法的 特点呢 就是非常灵活 他非常灵活啊 他可以这个做一些 小的表情 像这个莫扎特 这么东西啊 因为他这个西欧做的 小的键 他声音非常敏感 非常容易拿发声 但是呢 他声音不大 他不是很响 他是一种甜美的声音 你就想想 斯特劳斯就可以了 斯特劳斯啊 就是这个西欧小的键 的风格 他说 他拉前的风格 也不同 再说呢 西洋人他什么 他洋长弦 以前是洋长弦 洋长之锢的仙啊 洋长弦一直持续到 最近其实还有人在用 现在还有人在用 反正我到挪威的时候 也就三十年之前 那绝大部分的 做乐队的人吧 都是拿洋长弦 洋长弦很贵啊 一根这一百美金啊 一百美金一根 OK 断了又容易断 又容易这个跑弦 这个寿命又很短 弄的两个月 一两个月 这个洋长弦你就换 怕断了 所以非常非常贵 那小的事情是一些 很贵很贵的这个 工作或者是爱好 那么现在呢 当然是大部分人 都是用尼龙线 但尼龙线也是容易断的 对不对 它还是很软的声音 所以他拉近的风格 就是甜美甜美再甜美 这是西欧的风格 那么这个东欧 以及这个俄罗斯呢 由于他们确实比较贫穷 他没什么钱 这个琴啊 他们买不起一大的一琴 他们用什么琴 他们用德国琴 用杰克琴 尤其是杰克的琴 那么杰克就有一个特点 他的板子做得特别的厚 所以杰克的琴 是特别有力量 特很powerful 所以这个 再说呢 就是他们 再说呢 他们就没有钱 买这么阳长弦 他们是用钢磁弦 OK 用金属弦 所以他那个发音 没那么敏感 他没有 他不靠压力的话 不靠压力的话 他声音就出不来 你要是那个钢磁弦啊 你要轻轻地拉 他就打滑 你必须靠压力拉下去 勾住他就拉 所以他的手臂就比较高 而且呢 他的握弓的方法 是这个食指的第三关节 是这么安下去 最最典型的是谁呢 就是海肥治 你们去看海肥治 海肥治是这么握弓的呢 这样的 这样拿弓的啊 所以呢 就是说 他是靠这个力量 去勾他 所以拿起来很凶红啊 所以呢 这个 他的这个区别啊 主要还是从硬间开始的 那么金弓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有钱人啊 这个西洋人 他们都是用法国工 对吧 像这个 Picard Torte Satouli Nami OK Fatic 等等等等 Vion 这样这样 Vion是 Vion也是法工 对吧 所以他们都是用 这个法国的工 都是很轻巧 很柔软 很弹性的这些工 所以他们去演证的风格的不同 那么这个 这个俄罗斯人呢 他们贫穷吗 没有钱吗 买什么 买德国工 对吧 我们的德国工啊 一根根拉出来 就像坦克一样 像棍子一样 是吧 他就可以抽得起来 所以德国工便宜 但是他很硬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 受了这个东路的影响嘛 我们也是拿起来 喜欢硬嘛 希望那个什么 圣东国老师是最典型的例子嘛 对不对 他是科刚的学生嘛 拿起来就像 像抽风一线 像傻 像 我不能说杀猪 杀猪不客气啊 像是 像抽 抽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 过瘾啊 听起来就是 帅啊 就是这样帅 OK 我们后来到了日本 那日本也是 甜美 甜美 再偏 他们有钱嘛 对不对 所以九哥的风格啊 再加上自己拿了阿玛提以后啊 风格发生了这个彻底的变化 所以现在九哥 你要我去抽 我的 我的懒得就抽 不是抽不起来 我把我小时候的 而且那个方法 找回来的话 我也抽得起来 对不对 但是呢 不想去抽了啊 我还是喜欢这个甜美啊 所以呢 这两把琴啊 这个是我学生做的 他们都是学我的风格 所以我做琴 我做的琴 没有太多的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那种能够抽得起来的那种 那种俄罗斯学派的那种 看刚刚那种 拉这个楼台的那种声音的 也不是说没有 红色亮之君 也可以拉 有 有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琴 我的琴还是秘秘之音 还是靠音色 还是靠音质 去取胜的 我非常非常讲究 这个音色跟音质 哪怕是最便宜的琴 哪怕是你一千美金 买一个 只要是从我手里出去的琴 你去跟其他人比 一定我的琴是甜美的 所以这两把琴也是 虽然是 斯德拉蒂瓦里的这个行型啊 虽然是它是毒板啊 做的也是很健康啊 但是它的声音出来 却非常非常的甜美 它跟其他人的琴 真的不一样啊 那么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拉两手啊 拉一个就是没有伴奏的啊 拉一个这个 呃 柴可夫斯基的旋律 其实我还拉了一段帕克尼尼 但是呢 我想想 今天那个帕克尼尼 我还是不播了 有这个炫技之旋啊 就是说我还是不要炫耀自己了 因为那帕克尼尼 拉得出来 这个小伙子 现在小姑娘多得很 那叫十几岁 就拉着简直就是飞快 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 我就跟比什么呢 没有必要比嘛 不是说拉不下来嘛 拉得下来 但是没有意义嘛 对吧 所以拉一段这个 柴可夫斯基啊 那就是说完全没有伴奏的啊 就是空德拉 那么这个弑琴 拉琴跟这个做音乐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我也要讲一讲啊 我弑琴给大家 卖琴 你是不能够加任何这个音响的 就是说你不能后期加混响 你不能加任何东西 因为你要很诚实啊 你就像个强琴一样 当然强琴你不能脱光 对不对啊 事实上 你要说老老实实的话 也应该是脱光 对吧 两个都脱光 都要好好看一看 看看清楚 你才能干嘛 对吧 你不要穿得漂漂亮亮 好 结婚了结婚 衣服又脱 吓死人 对不对 那就不行啊 那个女的一看 这不行嘛 对吧 你像川普大总统 据说就跟人家这个 一个pong star pong star是那个 叫做叫做 叫做女优啊 所以去去 那个 这个花了钱还不算 女优还把他那个 那个男性的那个 那个步还 还此笑一番 送他那个东西 那就不好了 对不对 这个讲歪了 讲了 想还段子了 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说 我觉得男女谈恋爱的话 最后结婚之前 既然已经谈婚论嫁了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脱光 不想看一看 确认一下 这个确实是我要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 买小推琴 就是这样 我买小推琴 我拉的 我是不加任何东西的 不加混响 不加任何东西 真的就是那么深的声音 拽 干的声音 就是我用两个麦克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个空间 所以有一点空间的声音 这个是真正的听到的 真实的 小推琴的声音 那么再来一段的 这个 邓丽君最近我喜欢了 的这个月亮 代表我的心 那么这个呢 我也不加混响 但是我用它的伴奏 让大家感觉一下 是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出来的 跟我做出来的那个CD 跟我做出来的那个视频 声音肯定是不同的 因为那个是加了的 跟大家报个小小的秘密 所有的歌唱演员 所有的小听家 所有的演奏家 出来的声音都是假的 OK 都是假的 你只要用麦克 声音就是假的 你除开始有本事 不用麦克 除开始像邓丽君那样 你站出来可以轻唱 可以干唱 可以不用麦克 唱给大家听 那就是你牛逼 因为这个机器都可以加 你做什么小听 怎么破声音 它这个一把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人的声音也是一样 我的声音唱出来 我可以像得跟猫王一样的漂亮 没有一样就是接近 因为你的机器里面可以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两把琴 我也不做 就是把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拉拉给大家听 加上伴奏 大家感觉一下 这两把琴 可能拿出什么样的声音 那么顺便讲一讲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这个作品 最近我这个就是心血来潮吧 就想答谢过去支持过我的很多的朋友 以前我在台湾旅行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同胞资助我们 就给我们打赏 但是我们都留下了一个namely list 都有一个namely list的中文叫什么 一个名册吧 因为你是发到奔茨老师的这个 从邮箱发到 那里邮箱都在嘛 所以我最近写了一封感谢信 然后把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这个音频 就寄给大家分享 这里要说明的是 你们在网上看到的 网上能听到的九个的所有的视频 都不是出版稿 都不是最终的稿 这个最终的稿 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两个 一个是这个音频它会压缩 是吧 你在网上听的话 它已经压缩了 它的音质不是原来好的音质 这是第一 第二演奏也是 它不是最后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心切嘛 想让大家分享 我好久播出来了 播出了以后 才发现有很多小问题 我慢慢修修改改 所以我发个大纪的这些成品 一个是它的质量 它是原稿 OK 它的这个data 它这个是比较大的 再说你说的它是原稿 它的声音是很好的 而且它演奏是完美的 所以所有的支持过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买过我们CD的朋友 买过我的请的朋友 有些朋友是没有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name list 在这个名册里面的 希望你给我来信 告诉我 我希望加入你的名册 我就会把你的名字 告诉本次老师 所谓买了我的琴 买了我的CD 给我们资助的 或者想进入名册 那么你现在给我一点资助 那么我就帮你进入到名册 你给我资助了 你的名字就自动在名册里面 那么从今以后 我会不断的 就是更新 把我做了最新的音乐 有故事的 我会写信 把这个名音频 给大家分享 这算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回报 最后这个节目就是说 顺便讲一讲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不知道这个邓丽君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它这个歌词啊 到底是谁写的 我想应该不是邓丽君本人写的 对不对啊 这个月亮怎么可以代表我的心呢 我老是想不通 我正想问问这个 Teresa Tain 想问问这个 Teresa小姐啊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不是说月亮有缘有缺啊 就是我的心老是在变 还有就是月亮 这冷冰冰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说我的心 其实对你是冷冰冰的 而且一直在变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我就搞不清楚 还是月亮还有什么 其他的属性 或者月亮上有外星人 是吧 是我的心 就像外星人一样 总是搞不清楚 这个歌曲啊 它有些歌词啊 你不能去 它就是诗歌 就是艺术 你不能去推敲的 你不能去戏去想 你不能往里面去想 你不能去较真儿 就这个意思啊 OK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那么这个最后呢 就请大家啊 听听这里安保琴的声音 OK 谢谢大家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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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